记得那个人类高质量游物 凭借翻唱105度走红的歌手田一鸣妈 她竟然也能翻车 近日 女爱迪为单亲妈妈被骗血泪的网友爆料 称田一鸣骗了自己51.9万人民币 该网友说自己是一位单亲妈妈 她称田一鸣20年5月份找上自己 然后每天嘘寒问暖 还多次约自己到江苏岩城 上海 让其大夫购买昂贵的奢侈品和服饰 不仅哄骗她进行信用卡套现和贷款 还怂颖其挪用公款 由于田一鸣承诺未来会照顾当事母子 所以对方一直照办 直到女子花光了所有的钱 田一鸣就消失不见 不仅电话不接 信息也不回 女子还在底下晒出了自己和田一鸣的个人身份证照片 目前田一鸣对此事并未回应 邝哥也希望事件真相早日水落石出 Super Idol的笑容都没你的天 八月中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 热爱105度的你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